我们一般来说讲话有正面讲话的 负面讲话的 我举个例子 譬如说有人说 不坏啊 你从98%的负面想法 降低到50%的负面想法 在这句话当中你要注意到 不坏啊 不是一个nexted word 是一个负面的字 坏也不错 或坏也是一个负面的字 你从98%的负面 负面这个字也是一个负面的字 降低也是负面的字 到50%的负面的想法 那负面又是一个负面字 所以这几个字加起来呢 就有五个这种有value的字 五个有value的字呢 五个这五个全部都是负面的 所以这整句句子的 说话的方法呢 都是负面的想事情方法 好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我们说 我们说哎很好 你从 2%的正面想事情方法上升到50%正面想事情方法 恭喜 好我们用这句话来看啊 很好 这两个字就很好 这两个字呢 很好 这两个字本身呢 是正面的字 从2%的 这个正面的想法 正面想法 这是一个正面的字 上升到50%正面的想法 上升和正面的想法 都是正面的字 所以你看 很好 两个字 正面的想法 第三个字 上升第四个字 这个再过来就是 最后一个字是 从正面的 又是一个正面的字 所以这五个字里面 五个字都是正面想法 所以这句话 讲话呢 都是正面的 这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